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格局越大越会放下 一起来听 红衣法师曾说 放弃与放下的区别是 放弃是牺牲本来属于你的 放下是放下那些从来就不是你的 很多人认为 执着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但更多时候放下才是 人生最遗憾的 莫过于偏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有些东西如果拼尽全力也得不到的话 就试着去放下吧 放下是人生的一场修行 格局越大越会放下 作家马德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 对任何人有过高的期待 都是一场灾难 因为别人没有义务实现你的期待 电影《国产007》中 三巧对周星驰誓言的屠夫 深守讨要昨天过夜的费用 周星驰拿出一块猪肉 十分感慨地对他说 我以为凭我们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 没想到还是一笔买卖 别高估了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你可以对人对物有所期待 但一定要有个度 有时候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何不选择放下 放下对父母过高的期待 不埋怨父母给的太少 用成熟的心态理解父母 凡事多靠自己奋斗 放下对孩子过高的期待 理性制定可执行的目标 别给孩子成长道路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放下对朋友过高的期待 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别去抱怨对方的袖手旁观 和爱莫能助 放下对爱人过高的期待 人无完人 相处起来难免磕磕绊绊 相互体谅包容 才能不离不弃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一念执着万般无奈 用一颗平常心 去对待任何人 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抵达内心的风吟和成名 隔绝越大 越能放下对别人过高的期待 做到亲疏随缘 淡然处之 才是与人相处的最佳姿态 王小波说 人生中所有的痛苦 都是对自己 无能为力的愤怒 但如果已经拼尽全力 结果还是事与愿违 除了无力愤慨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 放下对自己过高的要求 这不代表妥协放弃 而是终于认清自己 凡事太高估自己 一味地较劲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实是在为难自己 有人觉得自己总是不够美 一次又一次地迈进 美容医院的大门 有人觉得自己还不够富裕 拼了命地用身体 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 有人无法接受 自己的天资有限 一遍遍地重复练习 去收效甚微 此时 只有放下对自己过高的要求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缺点 你才能坦然自洽地 度过一生 作家艺书说 我40岁的时候身体健康 略有积蓄 已婚 丈夫体贴 孩子听话 有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 这就是成功 不必成名 也不必发财 或许有人会问 这算是什么成功 明明就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 但即便是平凡的生活 也要无数普通人拼尽全力 只有和自己和解 才能拥有属于自己 真正的人生 格局越大的人 早就放下对自己过高的要求 尽力而为后 在恰到好处时 戛然而止 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卖家在人生海海中说 没有完美的人生 不完美 才是人生 求而不得 是常态 而接受人生的不完美 学会放下 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 才能宠辱不惊地 顾好这一生 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大师在临终前 想从两位徒弟中 选一个继承人 于是他让两人去树林 找回一片最完美的树叶 大徒弟带回来一片树叶 并不完整 更谈不上完美 他说 师傅 我并没有在这片树林中 找到最完美的树叶 我拿回来的 是我认为还算完整的一片 二徒弟心中 一直念念不忘那片 最完美的树叶 不停地在树林里翻找 去徒劳无功 最后空手而归 他对师傅说 树林里有很多树叶 但是我没有找到最完美的 大师见状 默默地把一波 传给了大徒弟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树叶 哲人哥德说 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 而要达到十全十美 这种愿望 是人类的尺度 与其求个世事完美 不如要个问心无愧 放下对完美人生的执念 豁达面对长短皆世的流年 这是最好的活法 当你看到别人和自己的不完美 都能放下时 当你意会到不完美 才是人生的本质时 你的格局最大 古迅说 如何向上 我也有放下 放下对别人过高的期待 是一种释怀 不怀恨在心 放下对自己过高的期待 是一种智慧 不自寻烦恼 放下对完美人生的执念 是一种选择 不贪心妄想 你的格局越大 越会放下 感谢观看